洛雪 我爸到底怎么了 你放心 他虽然伤势很重 但应该没什么危险 我送他来医院的时候 他还能平稳呼吸 那就行 怎么急诊室没人 医生他们不是应该在救人吗 我送你爹过来的时候 医生他们正好集合拍照 急诊室的医护人员也过去了 还跟我说很快就回来 不会耽误抢救病人的 他们还提醒我先交十万押金 我交钱用了十几分钟 我还以为他们早就回来救人了 这不是胡闹吗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 你别生气 我去叫他们 他们说马上就来了 洛雪 谢谢你 我不是为了讨好你 我只是想你父亲没事 催什么催 催着投胎吗 没看到我们正在拍几体照吗 你知道你这样一催 耽误我们多少时间吗 病人情况非常严重 你们不好好救人 还跑去拍几体照 还有一点作为医生的医德吗 天大的事 也要等我们拍照完再说 哼 我还就告诉你 我们现在就回去继续拍照 你如果不爽就带着病人鬼蛋 容爱医院不差你们这一个病人 我要投诉你们 随便你们投诉 只要你能成功 我磕头叫你们爷爷 哼 打人呐 病人家属打人呐 快叫保安 我告诉你 你完蛋了 你就等着进精神病院吧 哼 混账东西 容爱医院有你们这种人 就等着倒闭吧 给我把急诊室大门打开 哼 不可能 你想都不要想 病因 肋骨折断 助网膜下枪出血 休克 弥漫性脑水肿 情况严重 需紧急救治 若雪去帮我找一张轮椅 十三 你干什么 你这样一动你爹 会很危险的 没事 我已经控制了他的病情 我是不会让他留在这间医院的 是谁在我这医院闹事的 白院长就是他 他说我们没有医德 并且还打人 更是把病人从急救台弄了下来 如果你们说我们技术不行 我二话不说 给你们转院就是了 但你说我们没有医德 那绝对不可以 随口污蔑我们 谁给你的勇气 哼 那是事实 你们接到病人不先抢救 全都跑去拍照 你们有什么医德 别废话了 你们跪下来道个歉 然后赔偿我们一百万 这件事就算了 如果不照我说的做 今天你们就不用回家了 我会亲自送你们去精神病院 你们还真是无法无天了 哼 耶稣都保不住你们 混蛋 你敢打我 你知道老娘是谁吗 一起上 给我弄死他 如果出了事我来顶着 小子 你敢在这里捣乱 今天就让你知道你惹了惹不起的人 你们这里的保安都是这么垃圾的吗 小子 你别嚣张 男公请打电话给周索 告诉他这里有人闹事 哼 小子 你再厉害再能打 我就不信你还能打得过子弹 现在跪下来磕头道歉 不然你今天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今天确实有人要付出代价 但绝对不是我 十三 咱们也报警吧 放心 不会有事的 白院长 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赶在医院闹事 让我教教他怎么敬重发力 周索 你来得正好 就是这对狗男女 不仅污蔑我们梅依德 并且还动手打人 我也被他踹了一脚 你把他们抓回去 让他们在牢里好好反省反省 夜少 夜十三可是杨健雄的兄弟 陈光荣父子也为得罪了他 一家人都死得很惨 我又有什么能耐叫板的 周索 怎么了 什么夜少 周八皮 你过来 夜少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你在这里 不是要教育我吗 不是要我尊重法律吗 你现在来教教我 我错了 我向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敢了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这夜十三究竟是什么来路 怎么让周八皮怕成这样 算了 还是找老大过来吧 知道错就行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带着你的人把这间医院给我封了 敢封我的医院 真是好大的狗鸡 既然你知道错了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带着你的人把这间医院给我封了 敢封我的医院 真是好大的口气 马少 你来得太好了 这小子在我们这里撒野 不仅伤人 还要封医院 你要给我做主啊 马 马少 没用的东西 给我滚开 今天是怎么了 一连遇见两个惹不起的大少 真是太倒霉了 小混蛋我告诉你 这是马少 马家成的堂职 他也是这医院的大股东 你叫板我们就是叫板马少 还不赶紧跪下来道歉 他就是这个医院的大股东 你们的靠山马 没错 怕了就跪下来 把姑奶奶的鞋子舔干净 然后打断踹我的脚 再赔偿一千万 我或许会让马少放你一条生路 不然你和你爹他们全要倒霉 十三 马家不好招惹 你要不要找宋红颜帮忙 无妨 跳梁小丑而已 小子 谁给你的勇气说这句话 你是不是不知道马家在中海的势力有多大 等着吧 今天就算要不了你的命 也得叫你脱一层皮 小子就是你在这里闹事 马少难道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在这里闹事吗 马少为什么要问你 你刚才不是牛哄哄踹我一脚吗 来 我现在主动凑过来给你打 你有本事在打我 打了算你有种 你要不打就不是男人 我现在算是个男人了吧 马少 你看到没有 这小子太猖狂了 不仅打我 还敢当着你的面打我 这是一点都不给你面子啊 简直无法无天了 太不把马家放在眼里了 很好 我见过不少猖狂的人 可这样挑衅我呢 你却是第一个 我也不跟你废话 男的打断一只手一条腿 你的留下来陪我三天 这事就算结了 如果不服 我给你们一个小时叫人 独住了我和我这帮兄弟 我跪下来磕头送你们走 如果哭不住 再加一只手 听明白了没有 一只手一条腿 还陪你三天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你这个样子让我很生气 你们上 给我打残他 叶老弟小午好啊 你怎么这么有心给我打电话 马先生 我正在踩人 是一个叫马千军的 一头白发 他跟你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 我打断他一条手一条腿 要是没有关系 那就是两条手两条腿 叶老弟 他是我堂指 好 我知道了 你竟然这样对我 马千军 你如果不想死 或者被马家赶出家门 那就离合向你面前的十三先生赔礼道歉 不然羞怪我家法伺候你 马绍 你是现在带着你的人走出这里 还是让我再打断你的四肢 让人抬着你离开这里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荣爱医院差点害死了我父亲 你还要断了我的手脚 并且还想让我女人陪你睡 我现在断你一手一腿 不过分吧 如果你不服 我可以打到你服为止 马绍 这混蛋欺人太甚了 简直是不把马家放在眼里 咱们直接弄死他算了 弄死你妹 都他喵的是你搞出来的事情 等一会老子就干废 对不起十三先生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不该欺男罢的 更不该仗势欺人 我错 既然你知道错了 那你这腿端的服不服 我服 心服口服 服了就好 说好的端一手端一腿 必须说话算话 若雪 我们走 叔 我委屈啊 那小子究竟什么来路 你就让我无条件服从他 他又不是中海六亨的子侄 也不是龙都世家子弟 凭什么这样压着我 他只是一个医生 确实没什么背景 他的医术就不说了 就说他的人脉吧 中海无人能及 他是黄振东前圣火的兄弟 还是韩南华的望连娇 宋红颜的恩人 更是杨家兄弟的座上宾 前几天他更是救了我女儿的命 嗯 那又怎样 叶十三只是他们的朋友 而我是你的亲侄子啊 黄振东他们难道会为了叶十三跟你死磕吗 相比交情 我更相信亲情和利益 那我告诉你 孟氏兄弟也被得罪了十三先生 一个老底坐穿 一个车祸死亡 陈光荣父子招惹了十三先生 一个被乱枪打死 一个脑袋开花 你觉得你是李孟大俊凶猛 还是李陈光荣老道 叔叔可以明确地跟你说 十三先生就算杀了你 我们马家也没有一点办法 我明白了叔叔 以后我不会去招惹他了 实在抱歉 我真的没想到荣爱医院这么黑心 竟然把你爸丢在急诊室 让他自生自灭 早知道我就多开半小时车 把他送去中海医院了 这个不关你的事 是医院太黑心了 不过都过去了 我爹现在不会有事了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才对 那我们要不要去警局说清楚 免得马千军他们告你故意伤人 不用 我不会有事的 倒是白家心和这家医院 很快就会遭受到整顿 快 帮我家公公抬进车里好好检查 老天还真是眷顾我们了 咱们前两天还在担心他的生死 没想到今天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这多亏若雪遇见了我爸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唐总啊 不好意思 我刚才只顾盯着我家公公了 没发现你也在 还是要谢谢你把我家公公送来医院 你的大恩大德 我和十三一定好好报答 你有什么需要警管提 能满足的我一定满足 哼 宋总 请你自重 做小三是很不文明的事情 也别一厢情愿乱喊公公 我们离不离婚也不关你的事 只要我一天没签字 你最好不要凑过来 唐总 其实你何必要堵这口气呢 不喜欢就赶紧放手 这样对你对十三都好 哼 我怎么做事不用你来指教 我和十三的事 也不用你一个外人介入 好了 别吵了 严谨你待会检查完我爹 就把我爹送去医馆吧 在那边我方便照顾他 天色不早了 我送你回唐家别墅吧 不用了 我自己能回去 你继续吃你的软饭吧 这女人真是又幼稚又可笑 十三是什么人 需要吃别人的软饭 哼 唐洛雪 你迟早会后悔的 叶医生 我叫王卢林 我的肚子痛了好几天了 怎么吃药都没用 实则是个练家子 看来中海真是卧虎藏龙啊 不碍事的 只是吃坏了肠胃 腹息而已 我给你开一副药 拿回去吃三天 休息三天你就会没事了 十三医生 我现在需要翻转养家 如果休息三天 会砸饭晚的 他们都说你针灸厉害 要不你给我针灸一番 当我快点好 我可以多出点钱的 这样 行 我给你针灸一下 可以让你快两天好 你 你竟然害我 怎么会这样 他这是死了吗 爹 你怎么了 你可不能有事啊 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 无能的医生 你陪我爹性命 你们看都没看你爹 就一口咬定他死了 还对我喊打喊杀 而不是第一时间 叫救护车送医院 我该说你们早知道 你爹会死 还是你们特意 送你爹过来死呢 放屁 你一死了人 还给我们泼脏水 你还是人吗 哼 就是 大家都看到了 我伯父是被你一死的 你一数不过关 还想推卸责任 还什么金之林百年一堂 放屁 我看就是欺世道明的骗子 大伯呀 你死得好惨啊 都是这混蛋医生 害死你的 哼 你去后厨用巴豆 给我煮一碗滚烫的粥来 好的小师祖 哎呀 十三医生 你真久的时候 应该小心点了 是啊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 信得过你和公孙先生才来的 结果你烂于充数 这不是害人吗 哼 而且这里的枕筋 动不动就十几二十块 我买两斤猪肉 也才二十块而已 我看你还是抓紧道歉赔钱吧 要不然人家把你告了 到时不仅封掉医馆 还要牢底坐穿 看到没有 大家都说你们不对了 你抵赖不了的 赶紧给我认罪 你想要我怎么认罪 我告诉你 要么赔偿我两千万 要么我去医药局 然后封掉你 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 两个条件我都不喜欢 要不这样吧 我怀你们一个活蹦乱翘的爹 怎么样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小师祖 药来了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你不是说我把你爹已死了吗 我这里恰好有一剂 起死回生的药 我可以当着大家的面保证 这碗药灌进去 你爹就会马上复活过来 如果他不活过来 我不仅赔你两千万 我还主动关掉医馆 不行 我不同意 我不能让你们 亵渎我爹的尸体 哼 孙不凡帮忙 撬开病人的嘴巴 不要啊 好了 不仅活过来了 连腹痛也治好了 你看活蹦乱跳的 混蛋 你这是谋杀 我说过 就没有我治不了的病 十三医生真是神乎奇迹啊 死人都能救活 是啊 一碗药汤 就让断气的人活过来 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牛颤的医生 我决定了 以后就在金芝林看病 要再多的钱 我也要在这里看 哼 我们走 嗯 谁让你们走了 年轻人 你想怎么样 别以为会点医术 就感觉自己很厉害了 我不想怎样 我想说的是 你堂堂舞蹈高手 却用龟西弓来砸我的医管 难道不用给我一个交代吗 这小子年纪轻轻 居然能认出我用的是龟西弓 看来有点到后 哼 什么交代 你得罪了什么人 你难道自己不清楚吗 你们都成为阶下球了 还敢在这里叽叽歪歪 给我拖下去打 小师祖 那个老头确实叫王如林 他们是玄虎医管派来的人 因为玄虎居上次算计 我们金芝林不成 不仅丢了面子 还让病人全跑来我们这里来了 玄虎居气坏了 就叫人化妆一番过来装死 目的就是釜底抽薪 闹出人命 然后封掉我们的医管 上次他们闹事 已经给过他们一次机会了 他却觉得咱们好欺负 真是得寸进尺 你知不知道玄虎居的老板是谁 叫南宫春 一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走 上玄虎居踢馆去 谁给你们的胆子来这里闹事的 我给你们三十秒时间 给我滚出去 别避避 让南宫春出来 告诉他我夜十三来踢馆了 玄虎居三番两次 对我的金芝林下半岁 今天我过来准备讨回公道 就你还来踢馆 你一个毛头小子 有什么资格叫办我们玄虎居 你一个连自己早歇都治不好的男人 也好意思跟我说这话 什么早歇 你不要胡说八道 不然我可以告你北方的 是不是早歇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还知道 你吃了不少鞭肋补品 结果不仅没有效果 还让你肝火不胜 你最近是不是食欲不振 腹肠恶心有兔 乏力倦怠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你换了乙肝大三崖 你 你再避病 我就传出去 被病人知道你有乙肝 以后就没人找你看病了 混蛋 你竟然这样威胁我师兄 实在太无耻了 你还有没有医德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医德 你面前的咳嗽病人 不过是患有失火 口中有痰 治疗方法只需杏仁 被抹 见奥喝甲就能治好 结果你却开出百合 灵脂等可有可恶的补品药方 三十块钱能解决的病 你让人家花三千 你有什么脸跟我说医德 柳医生 他说的是真的吗 他胡说八道 不懂装懂而已 如果不想吃药 针灸也能解决 而且一次就够了 那小医生 你帮我看看 哎呀 我真的不咳了 喉咙也不痒了 这太神奇了 小医生 你才是真正的神医啊 你在捣乱 我就报警了 赶紧给我滚出去 脾气这么暴躁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最近焦虑暴躁食欲不振 还经常不由自主发呆 半夜的时候你会突然醒来 并且感觉空虚感觉寂寞 而下雨时 你更是浑身没劲 还有手脚冰凉质感 对不对 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个状态 只不过是工作压力大而已 你错了 你不是工作压力大 你是内分泌失调 你的药方是尽快找一个男朋友 不然你会越来越烦躁 你也不用否认 因为你丝袜后面的破洞 足以说明 你很久没跟异性来往了 一个王八蛋 南宫春 你给我滚出来 一山不能容二虎 今天要么留下金之林 要么留下玄乎居 哼 小兔崽子 既然你要找死 那老夫就成全你 果然是你 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呢 没想到 真是你这个老混蛋 你为历史徒就算了 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 看来你是真不想混了 早知道这样 我就该让马先生把你抓起来 少了我今日一番周折 小子 别扎扎乎乎的 今天少扯别的事 咱们就比医术 你赢了我 玄乎居送给你 然后我滚出中海 如果我赢了你 金之林归我 你滚出中海 正合我意 我这人尊老而幼 怎么个比法 你来定吧 太常规的没有意思 咱们直接斗毒吧 我这里刚好有两只金毛狗 咱们个自选一只 然后当场配一个药方 喂给对方的狗 谁能救活自己的狗 谁就赢 如果彼此都能化解 那就即兴第二个药方 怎么样 小诗组万万不可 这南宫春 很可能是个用毒的高手 哼 怎么 刚才不是牛哄哄的吗 现在还没开始 比就怕了吗 哼 滚回金之林吧 别在这里 丢人现眼了 肯定是要比达 不过拿狗来斗毒 有点残忍 咱们直接学成农场摆草吧 你我各自配一副药 相互交换吃下去 谁能自我解开谁就赢 怎么样 可敢应战 这个有点不好吧 如果怕死的话 那就加一个前提 不伤性命 还要想好解药 一旦对方投降 就马上给对方解毒 谁都要喝死人了 谁就去坐牢 好 那就站吧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配药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来 喝吧 断肠草 曼陀罗 鸡尾红 南宫春你下药 还真是很辣啊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闻出来 我说过 我是来砸场子的 如果不比你厉害 岂不被你反虐 我的也配好了 给你 你用了断肠草 铲除干 九山回三种药材吧 一下手也够很难 直奔我的五脏六腑 可惜我能解 师祖 你快配药啊 等得越久 体内的药力越强啊 到时候就没有时间了 没事 也是三 你再不想办法 待会药效发作 你就会痛苦一生的 是吗 我等着 看看发作了能有多厉害 师父 你难道心慈手软了 配置的分量小了吗 你去试试 师兄师兄 你怎么样 别吓唬我们 让他痛苦一会吧 等我忙完再救他 我姐要配好了 只要喝下去 我就会平安无事 你就等着输吧 怎么样 认不认输 这不可能 我都是出主药了 怎么会解不了 你的解药 确实能化解我那几位主药 可你却忽略了 它们中间掺杂了一枚的甘草 甘草不会单独对紫琵琶 或百合发生反应 但三者一起出现 就会自动中和 你就别挣扎了 认输吧 原来如此 那为什么你没有中毒 因为我早就解开了 胡扯 你连解药都没配置 怎么就解了 我都说出你用的药材了 解毒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我做的配方就是解药 这叫以毒攻毒 这怎么可能 你解毒失败 我安然无恙 我赢了 谁给你的胆子 赶来我爹的铺子撒野 爹 这是怎么回事 来 是这个夜十三过来踢馆 还逼我斗医斗毒 想要占我的铺子 并且扬言把我赶出中海 他还逼我喝下一碗毒药 幸亏我服大命大 不然现在你就看不到我了 医术是用来救死扶伤的 不是用来争强好胜的 而且踢馆以涉嫌为法 斗毒更是犯罪行为 哼 年轻人你是奶监医馆的 我要吊销你的执照 你如此鲁莽冲动 不适合做一名医生 今天不给你一个教训 说不定明天你就会残害病人 他们是金芝林的 好端端的就跑过来挑衅 一定要严查他们 南宫村 愿赌服输吧 你已经涉嫌犯法了 没有资格说这句话 还有 谁赢谁输 你说的不算 他们说的也不算 只有我说了算 这是脸都不要了 不怕被人戳几两骨吗 哼 谁敢戳我一个试试 看我不弄死他们 看来你这是要仗势欺人了 我就仗势欺人了 怎么地吧 哼 我告诉你 你今天动不了我爹的铺子 更敢不咬我爹出中海 反而你的医馆要被查封 你的刑医资格证 也要被吊销 看来你的身份很牛啊 哼 我就是医药厅18处处长南宫兰 从现在开始不是了 谁说的 我杨耀东说的 难道你有意见 杨耀东 杨听 哼 跪下说话 身为官方大员 不仅不禀公执法 海当众欺压百姓 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吗 这是做父母官的样子吗 你知不知道 以现在所为 会害了多少医生和病人的心 给我好好跪着 什么时候跪醒了 在什么时候前 叶兄弟实在对不起 是我管教不严 给你添麻烦了 杨听客气了 石身有王八 树大有枯枝 医药局有几个败类也很正常 对了 你情况怎样了 怎么今天有空来这里找我 我情况好多了 在医院待得烦呢 就过来找你聊聊天 顺便感谢你这两次的救命之恩 分内之事 再说了 你弟弟杨鼠也帮了我大忙 什么 杨鼠 这混蛋不仅就过杨耀东 还跟杨剑雄有交情 这下彻底完了 让杨耀东动怒 我顶多格职 如果让杨剑雄生气 除非我一点错都没有 不然绝对没有我的好果子吃 我爹这不是让我过来送死的吗 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就不要这么见外了 我此次前来 的确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东哥但说无妨 你周末有空吗 我想请你去看看我爹 杨宝国 中海隐形是首官方第一人 看来杨宝国身体有样 东哥没问题 我一定前去 那就谢谢你了叶老弟 这些人我就带走了 小师祖真的是太好了 南宫春已经把玄狐居 过户到了你的名下 而且整个医馆的药材 也都留了下来 药材有很多 大大小小加起来起码上千种 总价值超过了五百万 小师祖你看 这是我今天早上 整理药材时发现 血灵芝 血灵芝又称赤灵芝 在灵芝中属于珍稀品种 极为罕见 没想到能在这里得到益助 这颗血灵芝浑然一体 没有嫁接 颜色通透 不见杂质 不跑江 皮质还紧致细腻 而且触手冰冷 香味纯正 实乃极品中的极品 年份可能在五百年 到一千年间不等 这种极品血灵芝 很多医药师 可能一辈子都见不上一回 说得不错 比以前长见多了 拿进去 待会我开个药方 你配合一小片血灵芝 给我爹熬一锅中药补 希望他能早点醒来吧 好的 对了小师祖 我还在玄湖区 找到一本账宝 南宫春这混蛋 不仅名列上痛彩病人 还暗地里 研制各种山寨药方 唠了几千万 而这里面 记载了一种 白鸟黑凤满的药方 是师祖你的丈母娘买去了 你一定要阻止他们生产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行 我知道了 我会提醒他们的 十三啊 你不是开始工作了吗 怎么还要唐家的钱 我现在逼你好了 凉茶也能卖不少钱 加上你上次留的钱 我足够开支了 你不要再让若雪 给我打钱了 她一个女孩子也不容易 妈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 今天十五号 我手机跟以前一样 又收到一条银行短信 你媳妇唐若雪 又给我转了一万块钱 我知道唐家有钱 可咱们现在日子也好转了 不能再要她的钱了 妈 我知道了 钱你先留着 我这里有 我会还给若雪的 行 一定要还给人家 一万块不少呢 十三 你有时间吗 我车子坏了 你来桃花岛销售大厅接我吧 我现在正和林三姑和林小妍在一起 准备去帮他们看房子 这不是夜十三吗 怎么还是这负责性 见到我们也不打招呼 你眼睛瞎了吗 三姑好 小妍好 这位是我未来的女婿 汪文飞 你就叫她汪少吧 年轻人要多点礼貌 不然以后搬砖你都没机会 搬不搬砖无所谓 但做人一定要诚实 还要遵纪手法 不然害人害己 王八蛋 你什么意思 说我违法犯罪 我干什么了 怎么就害人害己了 没什么 我只是告诫某些人 可以做蠢事 但不能做坏事 更不能坑了身边的人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哇 你跟一个上门废物计较什么呀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小妍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姐夫 哼 洛璇 你也真是的 我们让你过来帮忙参考买房 其实真正目的就是想要你见识一下 上流社会 结果你又把夜十三叫过来 这成什么事啊 你看这里来往的都是有钱人 像夜十三这样的废物 出现在这里你不觉得格格不入吗 啊 这里是公共地方 谁都可以来的 我跟你们过来也是念亲戚一场 虽然我们不是很有钱 但我也不会舔着脸 去见识什么上流社会 你不喜欢我们 我们不跟着你们就是了 哼 是我妈念亲情 想让你见识富豪圈子 你真以为你能给我们参考啊 这里卖的都是一流别墅 你一个住老是别墅的 能给我们什么建议 你自己情况究竟怎样 你难道心里没点数吗 我要见什么富豪圈子 如果是你们硬拉着我过来 我来都不会来 是你来不起吧 这里的房子 差不多十万一平方 一套顶你们堂加三套 你们买得起吗 好了 小颜别闹了 你明知道你表姐家的情况 你还这样刺激她 有点不厚道了 十万一平方 中海有几个人能买得起的 也就咱们这样的人家还凑合 十万一平确实很贵 不过我们还真买得起 你们什么底子 我们岂会不清楚 整个堂家一年 不过几百万收入 还买得起这里房子 也不怕说大话 闪了自己舌头 好了别吵了 咱们赶紧选房子吧 待会还要办手续呢 若雪你们两个 待会自己回去吧 我们一家三口要去会所吃饭 那场合不方便带你们 哪天我再去堂家 找你爸妈叙旧 顺便谈一谈合作的事情 小颜你选吧 喜欢哪个选哪个 我想要这套 靠口岸的三十三号别墅 好 就要这套别墅 销售员 这套多少钱 先生 这套桃花三十三号别墅 是我们的特价楼盘 价格不贵 这个价 才八百多万 一千万都不到 这么便宜 买了全款 不好意思先生 是八千八百万 什么 八千八百万 我家里确实有钱 但是让我买八千多万的别墅 这得好几个月的零八千 哎呀 文飞 还不到一倍艺呢 对于你来说 只是九牛一毛 我就要这套了 这别墅看着不错 位置也好 但还是有缺陷的 口岸风急 别墅又恰好 位于湿气沉淀口 老人住那里 容易的风湿病 销售员 还有没有其他别墅 跟这个价格差不多呢 先生 这房子很便宜了 就是因为它位于桥端 所以价格才八千八百万 其他桃花别墅 售价都要贵一倍 岛东的桃花一号 售价更是十个亿 所以三十三号别墅 是桃花系列中的最低价了 再也没有比它便宜的了 买不起就买不起 还拿风湿当借口 如果怕风湿 就去买被封出的八号和九号 标价也就两个亿 你买得起吗 叶十三 你什么意思 我家文飞 肯定是买得起这套别墅 倒是你一个上文女婿 吃软饭吧 叫什么叫 哼 上千万上亿的事情 你就不要吹牛搅合了 我也不想搅合 他倒是全款买啊 销售员买了全款 好的先生 这边刷卡 小子 我给我家女人买了别墅 你不是牛哄哄的吗 有本事 你给你家若雪也买套啊 就他这样的 下辈子都不可能住这里的房子 他有唐家别墅住就不错了 想住桃花岛 他们还是一百年都不够 若雪 这个是桃花岛的楼王 桃花一号 送给你 生日快乐 桃花一号 价值十个亿的桃花一号吗 若雪 叶十三什么底子 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一个上门女婿能有什么钱 肯定是随便拿一张卡忽悠你的 想要你在我们面前 露露脸而已 哼 叶十三 不是我说你 做人这么虚荣有什么意义 先生 小姐 不好意思 我是这里的销售经理 这房卡能让我看看吗 可以 这个房卡是真的 的确是我们的楼王桃花一号别墅 先生 请问您这套房 是在我们总部 还是哪个中介公司买的 这个别墅不是我买的 我就知道不是你买的 看你还在这里装 哼 这卡是你偷的吧 哼 你这么说话要负责任的 这桃花一号 是整个桃花岛的楼王 也是项目的压轴别墅 它没有对外销售 也没有抵押出去 它是我们董事长的避暑山庄 这房卡 应该在我们董事长手里才对 你说不是偷的 那你是哪来的 难道是你捡的 你觉得我们董事长会掉东西吗 原来是偷的 我就说嘛 一个吃软饭的 哪来的钱买别墅 哼 就是十个亿 就连我都凑不起 更别说他了 摆目虚荣已经不对了 小偷小摸更是可耻 真是不要脸了 你这个样子 怎么对得起若雪 你太丢人现眼了 十三绝对不会做这种偷盗的事情 你们不要污蔑他 哼 我告诉你 你最好老实承认 不然我就打电话报警了 到时候你不仅身败名裂 很可能还会坐牢 桃花一号 确实不是我买的 但也不是我捡的 它是马先生送给我的 真是笑话 你这种人 我们董事长怎么会认识你 还送十个亿给你 你真是侮辱我的智商啊 乱哄哄的发生了什么事 马夫人下午好 事情是这样的 这小子托董事长的门卡 十三先生 你怎么来了 我是想来看看 马先生送给我的桃花一号 结果这什么经理 说我偷门卡 瞎了你的狗眼吗 十三先生 是马家最尊敬的客人 你竟然说他是小偷 马上带着你的东西 滚出这里 我这里不需要你这种 是非不分 狗眼看人低的员工 姨妈 滚啊 没听到吗 还要我说第三遍吗 马夫人 夜十三何德何能 竟然让马家 送他桃花一号别墅 哼 十三先生的能耐 不是你能想象的 他就是一个上门女婿 吃软饭的 靠我表姐养活 一棍子都打不出一个屁 能有什么能耐 马夫人 你们肯定被他骗了 放肆 马家贵客 岂是你这种人能侮辱的 林小妍 你科蒙拐骗假扮神医 差点害死我女儿白如歌 现在不仅不知道反省 还敢污蔑十三先生 你真是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我告诉你 你能从警局出来 完全是托十三先生的福 不然你现在早死在监狱里了 还有 我给你两天时间 马上把你吞进去的 一千万还回来 不然我会让警方介入 让你牢底坐穿 给我滚出这里 十三先生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 事情过去了就算了 十三 林小妍究竟怎么回事 她怎么欠了马夫人一千万 一周前 马家千金白如歌车货重商 恰好被我遇见 然后我就救了她 当时 林小妍是救护车急救员 她就把功劳占为己有了 马家对她感恩戴德 还给了她一千万的报酬 后来马夫人叫来监控查看 就揭穿了林小妍的救人假象 只是马夫人 惦记着女儿伤事 就暂时没有跟林小妍计较 而林小妍则趁机拿着支票跑了 原来如此 怪不得林三姑他们 才大气粗买别墅 原来是林小妍拿了魅心钱 可惜 打让你一生不得安宁 等他们先摆平一千万再说吧 我严重怀疑林小妍已经把钱花完了 好吧 十三门卡还你 礼物不重要 你有这颗心 我就高兴了 上次医院仪式 事情过去了 就不要再谈了 今天给你打电话 是想给彼此一个机会 以前的事 不管谁对谁错 咱们都不提了 以后我也尽量避开赵东阳 咱们安安分分过日子行不行 若雪你先进去吧 我会医馆住 不行 既然都说好了以后好好过日子 今晚你就住在这里 哪里也不准去 上次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我怕我回去爸妈不高兴 有我呢 不怕 一天到晚也不知道忙什么 每天回来连口热壶饭都吃不上 他要我来热菜 不想在这里待着就赶紧滚出去 行了妈 十三是出去找工作了 而且这几天咱们也没有在家里吃饭 你有什么好埋怨的 找工作 他能找到什么工作 别以为认识几个人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你是你 他们是他们 再怎么胡假虎威 你也不是那只虎 不然怎么不见你给若雪拉点生意呢 看看人家东阳 一个面子就给若雪带去几千万的订单生意 你再看看你自己 好了妈 见面就吵 有意思吗 十三是成年人了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风华 去把灵芝汤断出来 给大家压压活 好的爹 十三 给你喝 这个汤不能喝 不能喝 为什么 这灵芝是假的 人工合成的 而且里面掺杂了很多有害物质 吃了对身体有害 你懂个求 这灵芝是赵东阳赵少送来的 三百年成分 你居然说是假灵芝 人家身家几十亿 送东西可能送假货吗 用点脑子行不行 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恐怕这辈子都没见过真灵芝 居然还敢在此大放厥词 这灵芝是赵东阳送的 看来我不在的这几天 他经常过来 没有 我这几天都没见他 我要是真见他 又怎么会让你去接我 十三 这灵芝还不错 你尝一尝 我都给你说了 不能喝 你知道这一碗灵芝汤多少钱吗 你不喝无所谓 我也不想给你喝 但这是我给若雪喝的 你脑子进水了居然倒掉 若雪 让它滚出去 不然就不要认我这个妈了 肚子好痛 爸 妈 姐姐 你们怎么了 食物中毒了 快 快叫救护车 来不及了 十三的医术 怎么会这么厉害 这个东阳啊 肯定是被人欺骗了 这么大的老板 怎么可能买假灵芝送给我呢 你说对吧 应该是被人坑了 东阳也不容易 这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要是换成是我送假货 丈母娘非活买我不可 妈 春风诊所最近是不是弄了个偏方 准备生产补血剂的药丸 没错 林三姑提供了一个偏方 跟我合作生产补血丸 我看过成分 也弄了样品 效果还不错 怎么消息这么快就传开了 那现在谁负责这个项目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们诊所可不招收你 你也别想着掺和进去 你要找工作 自己去解决 偏方是林三姑提供的 你妈也重情重义 我们出一千万 三姑负责项目 利润按照三几分 爸妈 我收到消息 你们制作补血丸的原料 全都是受潮发霉受污染的 而且林三姑的偏方 是从南宫春手里购买的 为了立竿见影 上面药量远远超出标准 你们最好让专业人士检测一下 不然出了问题很麻烦的 够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春风诊所哪里对不起你 让你这样血口喷人 你知道药材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砸了三百万 三姑亲自把关 从药材世家的沈氏集团购入 而且南宫春市德高望重的老军医 又怎会把违规药方卖给林三姑 哼 要不是看你今晚帮忙的份上 我非抽你不可 我相信春风诊所不会贪便宜 但南宝三姑他们不会一次充好啊 狗屁 你说三姑中宝私囊 你拿出证据来 没有证据 就不要给我下嗶嗶 哼 行了十三快上楼休息吧 别再让你妈生气了 若雪 你一定要想法子劝劝妈 最好能够停止合作 哪怕资金撤不回来 也要跟林三姑化清关系 药丸一旦不达标或吃出问题 那可是灭顶之灾 不仅林三姑要坐牢 春风诊所也难逃其咎 好 我明天拿药丸化验一下 十三 妈出事了 怎么回事 赵东阳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阿姨出事 就过来看看能否帮忙 妈被警察抓走了 林三姑和妈合作的白鸟黑凤丸 这几天在诊所开始试着销售第一批货 有个名叫谢宿秦的老太太 恰好经过就顺手拿了一盒 谁知她服食后就呕吐不已 接着还晕倒了 病人家属赶赴过来就报警 把妈和三姑都抓了起来 药材和药厂也被封了 还说要彻底追究此事 怎么会中毒呢 那批药可是妈的心血啊 我提醒过你 药材原料有问题 你不是说拿药丸去化验吗 我觉得妈砸那么多钱 肯定不会买次品 三姑也不会自挖坟墓 而且这几天我比较忙 我就暂时没关注这事 谁知道真出事了 好了 现在是扯责任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把你妈救出来 我听说 那个中毒的老太太还不是一般人 她是杜天虎的母亲 杜天虎现在盯着此事 谁都不敢乱来 杜天虎 这可是在中海之手遮天的人物 我们该怎么办 阿姨的事情你也不要担心 我回去让我爸运作一下 相信可以从杜天虎手里套到人情 就算现在就不出来 也不会遭罪 东阳麻烦你了 如果我妈能顺利出来 唐家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陆雪放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不用这么客气 解决完事情后 你单独请我吃顿饭就可以了 司马昭之心 饭没必要吃 人也不需要你救 我会把妈救出来的 你帮不上忙就乖乖闭嘴 别给我出来丢人现眼 快向东阳道歉 他还不配 爸 病人在哪间医院 我想要去看看 病人在哪间医院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给我滚出去 实在脑地 我有一个师伯遇到点难题 他母亲吃药中毒了 你是否会解毒 难道是杜天虎的母亲 凡帝的消息够灵通的 没错 就是他 他现在四处求医 医院没办法 而孙胜手和公孙渊又闭关 我寻思你的医术不错 然后就打了这个计划 你要不过来帮忙看看 把位置发给我 我马上过去 十三老弟 你总算来了 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一点小事 病人现在情况很严重吗 很严重 十几个专家一起出手 也无法控制毒素蔓延 现在杜先生急得 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不应该啊 毒素有正疾手吗 毒素倒是不猛烈 但怎么都清不干净 因此病人也醒不过来 警方也审问了嫌疑人 可是他也说不出什么原因 用你的关系 跟警方打声招呼 一定要善待嫌疑人 我会尽快帮病人解读 难道你认识嫌疑人 钱哥让你见笑了 嫌疑人是我岳母 好的 我这就去处理 废物 一群废物 昨天只是药物中毒 今天怎么就命学医线了 我是该说你们医术有问题 还是你们态度不重视 一个个平时就会养尊处优 关键时刻却给我掉链子 两个小时内 你们必须给出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 如果我妈有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这些佣医 我一定要你们陪葬 是 杜先生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 药老来了 药老你可算来了 真是对不住了 让你早早从京城飞回来 此人就是药老 药胜寒 丹药高手 也是百花药爷顾问 就是他想要跟你见面 询问羞花秘方的来源 只是你不肯见他 所以他也不敢冒昧打扰你 早年间他跟孙胜手 公孙渊号称中海三王 一王 真王 要王 这次杜天虎母亲中毒 杜天虎就把他连夜 从京都请了回来 有他出手 估计能化解毒素了 看起来确实道行不浅 杜先生 各位 闲话莫说了 让我先看一看病人吧 好 药老这边请 杜先生 这个病我能治 但九死一生 药老 就连你出手也是九死一生 天人五衰 这股黑气普通人根本看不到 难道是天人五衰中的 头上划尾 真是这样的话 别说九死一生 我看要胜寒 一成把握都没有 现在他中毒太深 我只能用以毒攻毒的办法 而且只有一成把握救他 这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病人必须马上治疗 他中的毒不是很强烈 但却破坏了身体器官 普通药物根本就无法遏制 我观察了病人的伤势 还比对了一些化验数据 发现毒素正在慢慢蔓延 他就像是硫酸一样 慢慢俯视病人生机 最多12个小时 病人就会衰竭死亡 唯有以毒攻毒 才能有一线生机 杜先生 我知道你很难接受 可是如今必须有 放手一搏的勇气 不然你母亲 怕是熬不过今天了 哼 只有一成把握 只能以毒攻毒吗 这么多医生 这么多专家 难道就化解不了这个毒吗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平时要钱要的最欢 关键时刻 一点用处都没有 杜先生 我知道你很愤怒 也清楚你难以接受 你就是把他们全部活埋了 也换不来病人一条命 我希望你能早点拿出决心 现在病人生机大一点 否则过了中午 我连一成把握都没有了 不 还有办法 那个嫌疑人就是下毒的人 他肯定知道解药 来人 给我突审他 不惜代价要他交出解药 不然我要他陪葬 杜先生 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 尽快下决心吧 其实也不一定以毒攻毒的 以我看 病人还有救 至少还能活五年 什么人 哪个科师的 谁的人 赶紧领出去 杜先生 他是我带来的医生 叫夜十三 他医术很厉害的 我太太 黄会长 杨廷 韩老 全是夜神医救治的 夜兄弟 你有几成把握 治好我母亲 十成 胡闹 我们一群专家 都没有办法治好 你个矛头小子 能有什么办法 杜先生 你情愿相信 一个矛头小子 也不相信 我们这些老骨头吗 如果你决定 让他治疗也行 我们会尊重你的决定 让他放手一搏 只是 我需要提醒你 时间就是生机 耽误越久 生机越小 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 很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这小子 我不相信 他有如此能耐 姚老 你最近在练制 提升血迹的腰把 你怎么知道 那你最近 是不是总感觉 身体被掏空 怎么吃不血完 也达不到往年的效果 而且大补之后 总会带来疲惫 需要休养一个星期 才能好转 不可能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从药老身上的气息 闻出来的 我还知道 你最近还试图 炼制一金状骨丹 可惜一直无法凝聚承担 先生能看出我的症状 可知道何故 补血丹对你无效 是因为你身体 有了抗药性 你可以把里面的血灵质 换成曼陀罗 如此一来 药性平缓便沸腾 不仅能让你的气血逆流上 还能激活你昔日沉淀 星星之火 重新燎原 你少说可以年轻十岁 而一金状骨丹 无法凝聚承担 是你放入的 不死草分量太轻了 再加三分之一 它就可以炼成了 我怎么没有想到 叶小友 你果然不烦 是我拖大了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没关系 我想请问一下 病人毒性蔓延全身 除了以毒攻毒 赌一把外 你准备怎么救治他 我不是质疑你 我只是好奇 病人确实中毒 但他的生机将细 而五脏衰竭 却不是因为中毒的原因 不是因为中毒 难道是其他病 可检查报告 没什么重病啊 他是千人五衰 老人家是命数到了 恰好又遇见中毒 所以看起来是中毒要他的命 你以毒攻毒 别说他身体难于承受 就算扛得住 纯粹解毒也没有意义 明白了 明白了 命数是根 中毒是标 先生高采 当为无事 要老治是什么情况 让他治 如果他都治不好 那就是老夫人的命数到了 好 叶老弟 辛苦你了 只要你保住我母亲的命 我将欠你一个大人请 不 是一条命 一针针八脉 二针钉三魂 三针凝七魄 四针剑生死 五针断阴阳 六针逸乾坤 七针天下精 给我起 十三先生请受我一拜 从现在开始 十三先生的事 就是我杜天虎的事 十三先生的话 就是我杜天虎的话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不仅不帮忙 还一天到晚瞎逛 也不知道我们唐家 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才会找你来做上门女婿 哼 就是 连东阳都来想办法帮忙 你却悠然自得地出去玩一天 叶废物 我告诉你 我妈如果有事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哟 大家都在呀 妈 你回来了 妈 你终于平安回来了 可把我们担心死了 嗯 昨晚我找爸妈帮忙的时候 还被大骂了一顿 还提醒我不要躺这次的浑水 今天躺了我们就回来了 难道是爸妈思虑一番后 按中方的忙 恭喜伯母回来 我还以为伯母明早才能回来的 哦 还是东阳你有能耐 找家面子就是大呀 妈 你在里面没有被打吧 你有没有吃苦 没有 我好得很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真有点害怕 警差实在太凶了 后来事情查清楚了 跟我没多少关系 警差不仅把我给放了 还一个个给我赔笑脸 最后就连傅局也过来给我道歉 说杜先生一时心急误会了我 他们还赔偿了我一千万 恰好弥补了我开药厂的损失 我本想给你们打电话 可是手机却没电了 回来就好 不过这次你要好好感谢东阳 如果没有他 你肯定回不来 你看看三姑现在都还被关着呢 东阳 谢谢你了 这次我们唐家欠了你一个大人情 我就知道唐家有事你肯定会帮忙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有事要阿姨帮忙你尽管说 叔叔 阿姨 一点小事 真的是举手之劳 我爸妈打个招呼 杜先生就给面子了 再说了 弱雪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不帮他帮谁 特么的 这赵东阳 脸皮还真是够厚的 看来凯撒皇宫一事 他还没吸取教训啊 你就瞎掰吧 我要让你明白什么叫站得越高 摔得越重 看看东阳多谦虚 有功都不贪 如果你是我妹夫该多好啊 姐 我都已经结婚了 你说话注意点 哼 你嫁的是个男人吗 一点都帮不上忙 也不知道你留下来干什么 我们唐家到底造了什么孽 找了这么一个废物的女婿 姐 你别说了 赵东阳 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 小事一桩 有我爸的人卖在 杜天虎还是要给面子的 而且上次凯撒仪式 虽然我是为爱失去了理智 但终究是错了 所以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弥补回来 赵东阳还是单身 若雪要是同意和叶凡离婚就好了 然后和东阳结婚 这样唐家就完美了 有东阳这样的背景就是好 你以后要多多关照若雪啊 叔叔 阿姨 你们言重了 不管我怎么出息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不管唐家怎么看我 在我心里 我都把自己当成唐家半个儿子了 好 先不要多说了 马上订最先楼的厢房 今晚要好好高兴高兴 请和你妈安全回来 顺便好好感谢一下东阳 十三 你就不要去了 去了也是丢人现眼 我被关的这几天 家里也没人打扫 你今晚好好收拾一下 我们会给你打包回来的 妈 十三不去 我也不去 你不去像什么话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呢 走 叶老弟 我是黄振东 杜先生包下了整座最先楼 恭敬你大家光临 你好 请问是叶先生吗 什么叶先生 我是赵东阳 我订了位置的 还是80008最低消费的厢房 对不起 最先楼今晚不宴客 各位请回吧 什么玩意不宴客 老子可是这里的贵宾 谁给你们的胆子 不接待我的 对不起 最先楼今晚被人包下了 不管是已经用餐的 还是定位的 全部无条件清场 过几天我们会对客户进行赔偿 但是今晚没有请帖 不是叶先生 就绝对不能进去 各位还是请回吧 这巴掌打得好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就该打 你怎么动手打人 打你是给你面子 也是提醒你 本少不是软柿子 要么把都让开 要么叫你们精力滚出来 不然本少分分钟拆了你这里 赵少好大的威风啊 大庭广众打人不好吧 怎么说 叶是赵氏的少东奖 嗯 我倒是谁 原来是容姐 怎么 黄振东给你勇气 叫把我们这些老客户的吗 哼 我和黄会长都是小人物 哪入得了赵少的法眼 只是今晚是杜先生包场 要宴请最尊贵的客人叶先生 如果被他知道 你在这里捣乱 给他尊贵的客人添堵 我想他会生气的 什么 杜先生包场请客 哼 你觉得我会拿杜先生做幌子吗 哼 杜先生又怎样 赵少爹妈一个电话过去 杜先生还不是乖乖把我妈给放了 是吗 赵东阳 既然是杜先生包场验客 那我们就给予方便 叔叔阿姨若雪 我们换个地方吧 咱们去五湖食补吃 今晚我请大家 杜先生他们来了 十三 叶十三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 这怎么可能 杜先生 叶少 最仙楼已经清场完毕 各位里面请 哼 叶十三是不是你故意捣乱 不让最仙楼接待我们 我们不就训斥了你几句吗 你不听就算了 还怀恨在心故意让外人为难我们 嗯 你是什么人 谁给你的胆子这样给叶兄弟说话 我教训的是叶十三 不是你 杜先生不好意思 我女儿脑子溅水了 不是故意的 还请多多包涵 杜先生 这是我妻姐 旁边这几位是我岳父 岳母和妻子 她不是有意冒犯你的 你就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原来是叶兄弟的家人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几位刚才得罪了 实在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混账东西 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叶兄弟的家人来的 你们不迎接进去 还让他们站着吹风 做人做事如此粗糙 给我滚去厨房洗碗三个月 对不起 对不起 杜先生 你们客气了 其实跟迎宾他们无关 是我们没有好好沟通 鲁莽强闯最先楼 才导致这一场冲突 不要怪他们 他们也不容易 哼 他们确实不容易 你脸上的伤 谁打的 他阻拦赵东阳进去 赵东阳怒了 就打了他一个耳光 去 加倍打回来 十三 够了 东阳怎么说 都是唐家的贵客 岂能肆意让迎宾这样羞辱 十三 别这么针对他 赵东阳羞辱他的时候 就该想到自己 也会被羞辱 再说了 我如果针对他 他连命都没有了 还只会是两个耳光吗 记住了 下次有人打你 当场打回来 有事我罩着你 好了 事情都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唐先生 唐夫人 一起进去吧 都被人拦在外面了 还被打了两巴掌 脸都丢尽了 还吃什么饭 唐家人就这么没骨气吗 要吃你们吃 我走了 我还以为你抱上 杜天虎的大腿 已经不屑回来了呢 怎么杜天虎没留你 你的小情人 宋红颜也没留你吗 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故意堵着我们 不让我们进最先楼 还当众拿枪吓唬我姐 并且还缩使服务员 打了赵东阳两巴掌 你这么联手外人欺负唐家 你让我怎么跟你好好说话 既然没什么好说的 那我就洗刷睡觉了 明天我还有事 现在开始嫌我烦了 看来果然有些人没救人 行 我也不再刺激你了 你现在把事情 给我解释一下吧 你想让我解释什么 说一说 你是怎么让杜天虎 他们巴结你 又是怎么让杜天虎 这么看重你 还专门包场请你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再说了 就算我告诉你 你也不会相信 你现在连解释 都懒得解释了吗 好 你要解释 我就解释给你听 我其实像是过人 五刀也是一流 一数更是绝世 现在的我不是中海第一人 但可以在中海横着走 无论是钱财还是人脉 我都唾手可得 这些解释你满意了吗 十三 我希望你好好解释 不是让你信口开河 你看 我现在说了 你就是不信 还偏要我解释 我是让你解释 不是让你在这里胡扯 再说了 就算是撒谎 你也要找个 靠谱一点的理由吧 看来你是没心解释了 行 我也不比你 爱咋咋地吧 要不是故纪剧情 我早跟你离婚八百次了 害得我整天被粉丝的骂 大庭广众之下 你们居然这样坑人 看来 我这个老丈人 遭遇了不小的麻烦 如果没见到就算了 既然见到了 转身走掉有点不合适 爹 怎么回事 你来得正好 赶紧劝劝你爹 他把我们的明清瓷器打碎了 我们念他不小心 只要赔偿五百万就行 可他死不承认是他打碎的 再这样我们就要报警处理了 哼 我再说一次 我根本就没碰到这个瓷器 是他自己掉下来的 他碎成这样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不能诬陷我 我爹不会撒谎的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哼 这个角落就只有你爹走过 他刚刚走开 东西就掉下来了 不是他弄的你说会是谁 血口喷人 我要调监控 如果是我碰的 我负责到底 不是我碰的 休想诬陷 这个角落恰好没装摄像头 不过物证没有 但人证据在 我们店员看到是你碰掉了 你们是串通好的 哼 别扯皮了 一句话到底认不认 如果认 那就掏钱 要是不认 那我就报警了 哼 不是我打碎的 为什么掏钱 再说了 这瓷器要五百万 也未免太贵了 谁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这个瓷器是真的 混账东西 你不懂就不要说话 这瓷器叫内有乾坤 属于清代乾隆瓷器中的精心之作 三年前在港城 拍出三千万天价 这内有乾坤 虽然比不上锦商天花 但五百万还是值的 没错 它就是清朝的内有乾坤 我们花三百万 从境外收回来的 现在要个五百万一点都不多 唐先生 你女婿都说值这个价了 你就痛快点掏钱吧 也损了你在古玩界的仪式英明 混账东西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不说话能死啊 一家人两条心 不仅要赔五百万 还会让人看笑话 只是这个叶废物 怎么越来越厉害了 连古董都能说得头头似的 爸 这瓷器不用你赔 我买了 这五百万我来赔 你哪来的钱 是不是若雪给你的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你刷若雪的卡 若雪什么时候有过五百万 这个钱是我找宋红颜借来做生意的 我告诉你 你借的钱 是你个人债务 不准牵扯我女儿 不然我跟你拼命 还有这堆瓷器碎片 是你自己主动花钱买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行 我自己承担 刷卡 如果没问题 赶紧签交易合同 好了 钱货两清 你们可以走了 只是以后走路小心点 这里东西太贵 随便打罪一个都几百万嘛 哼 无能 废物 傻子 爸 别说了 十三自己的钱 他能做主 我们回去吧 嗯 别着急走啊 让爸看看绝世珍宝 再走也不是 什么绝世珍宝 嗯 我还以为你运气好 简陋赚个三五百万呢 可惜 虽然这里面藏有东西 却还是不值钱的玩意 这玉石看起来带血 是能卖大价钱的血玉 其实 它是一块死玉 做工粗糙 没光泽 亏大发了吧 自以为是 我告诉你 那五百万自己还 别拖累弱血 这是玉包玉 活脱脱的血玉 没想到这粗糙的假玉里面 藏着真正的血玉 这手艺太了不得了 这绝对是皇宫流出来的东西 很大概率 是皇帝老儿恩赐的东西 担心被人偷了 或者掉了被人捡走 所以用假玉包着 我一直以为古书记载 都是忽悠人的 没想到是真的 这不可能吧 你是不是眼花了 疯花 怎么说话呢 这可是鬼眼大师 古玩第一人 他看东西 从来不会走眼 他很有价值呢 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不过去年 有一块李广的血玉 在港城 拍出了三千万的价格 一双慧眼啊 好女婿 好女婿 快把我的将军玉给我 价值三千万的玉石 过两天组个饭局 把那些老朋友都叫过来 好好炫耀一份 快给我 快给我 别弄坏了 爸 这块玉我有大作用 你要是喜欢血玉 我待会可以给你淘几块 你有什么大作用 我前几天还高兴你变了 没想到你这么贪婪无耻 这玉石算你的 我也不争了 但玉石现在借我看几天 这个总行了吧 这才刚弄出来的宝贝 就有人盯上了 果然是才不能外露啊 爸 是吧 真是赢了 连给我看两天都不行 夜十三我对你太失望了